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打脸很多人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Rafizzi就是一个青头仔 他选上树里主席 你以为他可以跟安华和平共处 我是支持Rafizzi的路线 但我不支持Rafizzi的手腕 我不支持他的手法 但是他不会赶 这个是我很早就跟大家讲的 所以之前有人讲 红律师你不要每天抹黑安华 抹黑Rafizzi 抹黑PKR 说他们不能和平共处 他们可以的 你看Nurusa不是安排安华出来了 我告诉你 刀光剑影 现在打脸这些认为Rafizzi可以跟安华和平共处的人 大家去看一下 去马来西亚基尼去任何一个新闻网站 任何新闻网站 你看今天 昨天公正党大会 还有青年团妇女主大会的报道 我告诉你 既搞明白 既清楚是什么 安华喊话 Rafizzi喊话 安华的手下喊话 Rafizzi的手下喊话 互相对骂 互相嘲讽 互相攻击 Rafizzi说什么 Rafizzi说 安华身边太多马屁鲸了 然后Rafizzi讲 安华应该要接受批评的 不应该保护安华 不接受批评 然后Rafizzi在前个礼拜 他的invoke公布了一个民调 安华的受欢迎程度只有20多巴仙 安华是不受欢迎的 安华这边回应是什么 Rafizzi还有大帐篷 两边吵到不可开交 很明显 很大的分歧 但是路线分歧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这样子人生的分歧 这个是没有解决方案的 也不能回头的 所以必然的冲突 我在Rafizzi中选之前就已经分析给大家了 现在是不是那个字 我不要讲 等下人家讲我好恋 我是有意说意 我不是好恋 有知道是什么字的读有打出来 喜评给大家知道是什么字 所以有了解 安华也回呛回去 说Rafizzi你不要以为你重选熟离主席 你就可以这样乱喊话 回到来 你现在不是党外资人 你现在是党高层 不要乱讲话了 安华直接这样讲 然后安华 当然还讲了很多就是对骂 然后提醒Rafizzi要谦卑这些 大家去看新闻 这些新闻我就不讲了 所以打脸这些认为安华跟Rafizzi 以为那一餐饭就等于是他们可以和平共处 显得你很肤浅 显得你很白痴 显得你不知道政治的运作 所以你看今天的新闻你就知道 我一早讲过的东西Rafizzi方向对 但他太过粗糙了他的政治手腕 他好像青头仔 大家知道什么叫青头仔吗 像我们讲小叔是青头仔一样 他就是一个政治青头仔 他根本他重选 你不要以为他可以导安华 他可以改革 他可以跑自己的路线 我跟你说只会激化对立 而且会让公正党更乱 让公正党死得更快 所以当时党选的时候 我说两边我都不支持 因为没有人挑战安华这个党 现在已经是废了 已经是废了 没有人挑战安华 安华还是主席 谁赢都没有关系 大番俗赢 叫什么名字 Sifuddin赢 他就是安华的忠实部人 内乱不会那么多 但是这个党就会更夹头 Rafizzi赢有一股不夹头的声音在 但是这个党会内乱到很严重 会重演2018年的情况 我告诉你安华之后 现在党选成绩还没有出炉 最高理事还没有出炉 我不知道现在出炉了 刚才9点多的时候 我在车上有看一下新闻 还没有出炉 安华还在吊Rafizzi他的支持 新闻还是在安华吊Rafizzi的成绩还没有出炉 但是不管党选最高理事出来的是Rafizzi的派系说 Rafizzi也是直接 你看我都说Rafizzi真的就是青头仔 他再次公开他的菜单 25个 选20个 我给你25个菜单 你从这里面选就可以 直接给菜单 菜单文化是大家都在骂的事情 那Rafizzi就直接这样子做 塞夫店都说我没有菜单 有人讲因为他没有菜单而输 拉不到派系 但是你有菜单也好 没有菜单也好 从来拿菜单的人都不会公开 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拿菜单 因为你推崇菜单文化 你等于是羞辱代表的智慧 羞辱选民的智慧 叫你不用想 我帮你想好了 相信我 照着我的菜单头 你不用想你是蠢的 你没有脑的 你跟着我的头 所以菜单文化像马华最常有的 像行动党也越来越多菜单 他们都会跟你说 我没有准备这个菜单 就是他们私下自己讨论出来的人选 然后方便他们投票 他们忘记投给谁 怕投错这么多人 一次要投30个人像行动党 所以我们准备一个菜单号码 他们自己准备的怕投错 不会承认 但Rafizzi直接跟你 他从选熟理主席的时候 就直接把他的菜单列出来 副主席是谁 妇女主是谁 公卿团长是谁 然后现在最高理事也是一样 所以我讲他政治青头仔 就是这个原因 我是有理由的 其实我不讨厌Rafizzi 但是我希望他手腕纯熟一点 圆滑一点 不要这么青头 不要这么小书 小书有在吗 说个嗨 小书是青头仔 这是我们铁本群公认的事情 如果有人问我青头仔是什么意思 不要问我啦 有知道的独有在留言处来告诉大家 所以我跟你说 不管最高你是20名 最后是Rafizzi的人比较多赢 还是安华的人比较多赢 最后都是重远2018年的情况 安华会大量委任 大量委任他的人马进来 然后重演2018年的党政 可能会更严重 因为阿兹敏他至少还会圆滑 还会捧安华 他只是讨厌Rafizzi 他只是讨厌安华捧Rafizzi 现在是直接Rafizzi跟安华的冲突 我直接跟你这样子讲 然后塞福丁肯定会有位置安排给他的 所以不用为塞福丁感到担心 不需要为他感到担心 一定安华会委任一个位置给他 大家等着瞧 我不怕被打脸 我每一次分享都是直接分享的 所以现在你看他们在大会之上 完全就是互别苗头啊 你讲一句 我讲一句 再互骂 公开的互骂 对一个已经是死路一条的党 已经连续吃了两个蛋 但在Yohu拿到一个席位还是赢100多票 几十票还是100多票 张善为 张善什么 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字 从马华跳过来的 他们还可以搞这样子的东西 你说这个党还有救吗 这就是我们心痛的地方啊 其实我站台 那天我才跟孙义智通过电话 YB孙义智 槟城的X Corps 新动党的 才提到2013年我帮他站台 我有跟大家讲嘛 我跟他有东西 其实我认识他很久了 他第一次出来竞选我就帮他站台了嘛 当时是韦翼 我的学长黄韦翼认识的 然后他知道我可以演讲什么 他说你去帮一下孙义智啦 没有人帮他 他是新人 所以我们有通电话 但是其实除了孙义智 我大多数帮的 还有Johor东甲的黄俊丽 我也有帮他站台 我大多数帮站台的都是公正党 筹钱的都是公正党跟陈信党 因为行动党放根木棍都赢啦 我跟你讲从2008年之后 对吗 华社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大多数去这些边缘区 去帮这些比较难赢的去 都是公正党 但是公正党却这样让我们失望 我生气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这里 这是最让人生气的 所以我早早就讲 不要以为Rafizzi Sank能倒安华 洪律师要安华倒的愿望成真的 他的路线是对的 但是他做的手法是错的 你要就一开始挑战安华 这个是我之前讲过 一开始挑战安华 你既然不要挑战安华 然后你知道安华在做错事的 你选择了做树立主席 那你就要先获得安华的信任 你想要做的事情才能做得到 你不能公开这样子 因为这个党主席的权力是很大的 你Rafizzi你认为你现在的实力 高得过2018年的阿兹敏吗 2018年的阿兹敏他是州务大臣 他赢了90%80%中央代表的席位 全部横扫几乎可以说是给他横扫到完 也是一样给安华搞到七分八数 你说你的实力会比阿兹敏强吗 所以你去跑这样子的路线 你只会激化党政 然后你自己想要走的路线 永远都走不出来 这个是我很早就讲的 你既然选择当树立主席 先当好树立主席 才来想你要怎样去推行 你要做的事情 这点非常重要 可惜很明显没有 越来越他们的矛盾 越来越激化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浮上海面 而且你要知道 Nurisa安排的那个犯局 安华也是没有恭贺Rafizzi 到现在正式出炉了 安华也没有恭贺Rafizzi 所以这个 我不要说那个字了 大家在留言处摔一排那个字 给我知道就可以了 所以 这个是公正党大会 我所要讲的 打脸了很多人 认为他们可以和解 认为Rafizzi会有手腕 可以协调 不会那么明目张胆 我跟你讲bullshit 我很早就看清楚了 Rafizzi就是一个青头战 他就会去撞 去冲 他以为他可以撞赢 他可以冲赢 从2018年 他跟阿兹敏到现在 没有变过Rafizzi 他修整了三年 假装退休了三年 什么都没有改变 还是一样的Rafizzi回来去 这个也是令人伤心的地方 Rafizzi 他有能力 Rafizzi 可能可以带来 公正党改变 但是 他的手腕 却是这么的粗糙 怎样把盖 你把自己的路 给搞死了 这个是最可悲的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讲的第二部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先休息一下 给大家 改变 这是管理层和员工都害怕的事情 但是 您对贵公司的系统和SOP运作流程满意吗 每个老板都希望 有一个有效 即能为公司提高盈利的系统 每个员工都希望在一个非常系统化 规范化的公司工作 问题是 公司系统到底由谁来定义 员工觉得这是老板的责任 老板却觉得都是员工应该负责的 有效的系统 让工作流程透明化 容易了解及运用 它能指出公司系统上的不足 并向我们展示需要改进的地方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授权求认可 也是企业成功的基础体系 一家持续进步的公司 能让客户更满意 提升客户的信心 开始规划贵公司的系统吧 联系我们获取ISO认证 和培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